好了,大家好啊,这边是中文投资网分析师Jackson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本周的一个行情啊 呃,本周总体来说 整一周来看啊,算是一个高开走低 那我们节假日放晚假回来呢 迎接了一小波的冲高啊 但是很可惜这个冲高呢是没有坚持住 走了一个小小的圆弧又回来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美元本周是来到了105的这个区间 整周下来好像是涨了个接近1%吧 那也是给到了大盘一丝丝的压力 那国债十年债的一个收益率呢 也是维持在了4.26附近 全周呢也是受了个涨 那整体行情来看的话 似乎还是标示着我们的大盘是有高位的这个风险 毕竟下周马上又要迎来这个CPI 那大家的预期可能是对这个CPI的一个不确定性的一个 这个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好吧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不免我们这个VIX啊有一点点的这个震荡 但是从图上如果我们去看整周下来VIX的表现呢 其实是收跌的 好吧 所以其实现在的VIX目前在这样的一个低位却没有太大的一个波幅的情况下呢 暂时在CPI出来之前我是不太担心说大盘在周一涨了一天 然后接连的下跌以后下周在CPI之间接着又掉下去 那么毕竟从几个权重股像苹果啊 像特斯拉呀 像这个英伟达呀 就该跌的基本上都跌的差不多了 然后跌下来了以后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是有小量的一些抵抗 在支撑位上呢 是有看到这个挣扎的 那么包括苹果也是连续的创纪录的两天时间的回调 然后给到了一根阳线以后呢 我们今天是稍稍有一个收高 所以我我认为这个暂时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 然后呢 从权重股方面来讲的话 也看不出来咱们的这个纳指有继续下跌的一个倾向 当然了我们趋势是没有走的特别好 因为我们在日线级别也是踩穿了这个5MA 然后60MA找到了20MA的一个支撑以后 才开在了区间的一个小小的阳线 对吧 那这个阳线呢 今天还一度转跌 但是这个最终呢 还是幸好去收了个涨 那QQQ本身ETF这边呢 也是一个涨势 那今天走出来的量呢 虽然在QQQ这边看了好像是缩量了 但是其实在纳指上平均的一个量呢 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甚至今天在收涨的一个情况下呢 还是有一个有一个量去跟上 那目前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30分钟呢 也是做了一个底部的high low 暂时暂时是没有去破位的 好吧 整个行情给我们从目前能找到的一个线索呢 就是这里是留下了一个30分钟走高的一个扩散的上行通道的 好吧 所以我们暂时不考虑去提前在周五这一天买入空头的仓位 在比较低的这个250啊 280啊 这种地方去空这个大盘 好吧 一切都要等到我们CPI回来以后 再去下这个定论 那其他方面的话呢 我们本周特斯拉的话 值得还是去看一看 在这个区间里面的一个表现 虽然今天也是高开 然后 从高回落 但是依旧啊 我们在二十七二十八的这个区间里面呢 还算是比较坚挺 那下周有没有机会从这个地方釜底重新去冲二百六呢 我们得观察一下这个整体大盘的一个行情了 那我觉得呢 大概率是有机会再测一下二百六甚至二百六十三去摸一下 但是摸完以后能不能接着走高呢 我觉得倒是不一定 因为我们从均线的周期来看的话 确实还有上涨的空间 在本周大盘比较 连续下跌以后啊 就是风险比较高 然后我们回调了以后呢 特斯拉还是比较强硬的一个 所以这里的这个看涨呢 暂时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我们可能要等到下周出来 短期行情有一个确认 我们看看均线是否能走高 或者说价格能否重新走一个突破的上扬 我们才去考虑做特斯拉的一个多头 不然的话我们还是谨慎的先去持仓 好吧 那目前的话只能先给到大家的一些基本的一个点位 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CPI的一个数据 再去观察一下大盘的一个行情 好吧 那希望大家下周交易顺利 注意一下这个经济事件的一个风险 好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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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